我記得第一次看診的時候 我跟莊醫師說 醫生救我 我自己知道說我這條路非走不可 因為我還有一個一歲多的小孩 我真的很想用我的雙手 好好抱抱他 然後幫他泡奶奶 幫他換換尿布 近一點當媽媽的責任 八仙城報至今兩週年了 那一夜改變了近500人的生命 與他們的家庭 大部分的傷者都像家家一樣 藉著治療 復健 希望能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但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還沒有結束 要向主辦單位呂中吉 和八仙集團董事長陳柏妍等7人 求償的人數實在太多 校記會接受受害者的委託 根據民法 公司法 消保法提起團體訴訟 校記會去年已接受98位受害者委託 提出26億元損害賠償 今年再接受337位受害者委託 在立議案 求償新台幣近73億 兩次團送總計求償近100億元 大家如果看到那些照片 看到那一些那種慘狀的話 大家會了解說為什麼呢 在我們起訴的金額裡面 會有這麼多的精神上的賠償的一個請求 我想這個大家了解一下這個燙傷 這是一輩子的 而且是無法回復修復的這樣一個傷痕 若官司勝訴 平均下來每個人貨賠約2000萬 單官司一打好幾年 之前的善款剩5億元 後續的附件又很花錢 因此在那之前還是需要政府部門協助 我們在善款的一個評估上 我們會及時的來發送給他們一些經濟的資源 另外針對個別的需求 在就學的部分 救衛的部分 甚至救養的部分 還有家庭困頓的部分 如何來協助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八仙城堡對許多國人來說已經成為過去 但那一晚的傷痛已經注定跟著傷者一輩子 賠償除了是要主辦單位負起責任 也能減輕傷者長期復健的經濟負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